欧盟展開大規模接種新型肺炎疫苗後 在比利時出廠的輝瑞疫苗陸續運往各成員國 但原定星期一運底西班牙 用來正式啟動接種計劃的35萬劑輝瑞疫苗 要遲一日才抵捕 西班牙衛生部門引述輝瑞說 是因為比利時廠房 裝載和運送疫苗期間 溫度控制出現問題 合共8個成員國的疫苗 都要星期二才送到當地 事件令人關注 必須長期冷藏在攝氏零下70度低溫的輝瑞疫苗 有潛在物流風險 輝瑞為這款疫苗特製的冷藏箱 附有衛星定位和溫度觀察系統 以應付各別偏遠地區 缺乏相應的運輸冷藏設備 但德國前一日才發現 部分送往南部巴弗利亞州的疫苗 冷藏箱未能保持足夠低溫 其中一個放了1000支疫苗的冷藏箱 溫度升度攝氏15度 高於疫苗傳放溫度攝氏2至8度的上限 那批疫苗先由有份研發疫苗的Beyond Tech 負責運往德國的分法中心 再由地方政府派發 暫時未知是哪個程序出問題 州內多個城鎮隨即叫停接種計劃 等待藥廠指示 Beyond Tech其後向州政府確認 那批疫苗質量沒有受影響 可以繼續使用 有線電視劇宅 吳景儀報導